藉由诚意画作,希望能够传达佛法的精神 因接触小云法师的一堂课,令李肖坤自此掏入佛门 接受佛法的熏陶,由小沙弥之父之身的李肖坤 在书法和禅画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 同时愿藉由小沙弥可爱的形象 秉持着传法应该精进的理念 为佛教的红法传播尽一份力 小沙弥是因为我在华泛大写当主任的时候 我们的小云法师要我红法 透过这个佛教来红法 就是画小沙弥来红法 那个小沙弥是人人都看得都很爱的 所以他没有宗教的那种隔阂 即使基督教天主教都会很喜欢那个小沙弥 所以他来红法会更快 所以我画了小沙弥很受欢迎 我们上次是在台北展,是书法 那这次是在这个高雄展 有小沙弥,有禅画,我们就是禅画 那金教授是因为在我的脸书上面是我的脸友 他在韩国是最有名的禅画家 他看到我的禅画 就邀请我去韩国展 结果我没办法去 我就把画寄给他 他就直接就跑到我这边来 他第一次来台湾 李肖坤说道 相对于佛来说 禅意更为亲近人一些 与此会画小沙咪来红法 让众生无论男女老幼看到 心中都能充满无上法喜 更说道 使佛教现代化及年轻化 兼引更多年轻人能接触佛学 将佛学的美好传播出去 视为他当前该努力的目标 时光新闻洋鱼带 锦鱼林高雄采访报道